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涉税专业服务的监督管理 好 进入到监督管理 就进入到这一章的核心 因为2017年的13号公告 它的名字就叫做监管办法 那么具体的就是监督管理的措施 好了 第二单元 进入到监督管理 其中的第一个监督管理的要求 就是实名制的核心 经典教材对于这个部分 要求熟悉两颗性 好 社务机关在具体管理的过程当中 我是对你监督管理的 对吧 好 那么监督管理注意 实名制就要求采集涉税专业服务的 基本信息和业务信息 注意这个基本信息 第一是谁的信息 是机构的信息呀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信息 那么第二个信息是谁 是人员的信息 涉税服务人员的信息 那么第三个信息是什么 是你的业务委托协议的信息 什么是业务委托协议 注意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委托人之间 我们两个首先是以自愿性作为全体的合法有效的契约关系 就是合同关系 所以这个合同就是谁 就是业务委托协议 那么对于我的相当于合同的那个业务委托协议的基本信息 要进行采集 那么接下来 我是不是双方建立这个合同之后 我要提供涉税专业服务了 OK 涉税专业服务前面我们说了多少类 八大类 好 对于我提供的这八大类的业务 具体的业务信息 我要进行报送 所以首先我要报基本信息这三个方面 接下来我还要报送业务信息 但是你不要怕 十三个公务发布之后 引起了一定的骚乱 或者引起了一定的这个躁动 这个躁动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的税专业服务机构 我害怕了 是吧 税务机关说了以后 我所有的基本信息和我的业务信息 注意啊 我的业务信息都要向税务机关报送 可是我的业务信息 比如说我提供了一个税收策划业务 我的税收策划业务的核心 那是我的机密啊 是我将来吃饭的万碗啊 是吧 我全部都提供了税务机关了 那我岂不是没有秘密了 所以啊 这个公告发布以后 引起了一定的 对于我们社会专业服务的这个人员的 心理上的一定的这个恐慌 但是后来啊 我们看到这个业务信息 我们只采集最最基本的那个 比如说这八大例业务 你提供的是哪一类 你得跟我说清楚 然后你这个业务提供的 比如说期限是从今年的一月一号到十二三十号 这个你要告诉我 这就OK了 我不是要提供你全部的业务信息 而且我们看到了四项业务 是不是对它的要求高 只有三十和三十的单独 所以这四项业务的信息 你单独向我报送 另外每一年啊 你把你全年从事业务的情况向我报送一下 OK 税务机关掌握你基本的业务信息就OK了 绝不去把握你那个核心的业务内容 所以后来大家的心放下来了 那来看实名制采集是不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基本的 机构的人员的和我合同的基本信息 然后接下来你从事八大例业务的业务信息 要告诉我 OK这就是实名制的核心了 那么我们向税务机关去报送的是 涉税专业的机构和人员的基本信息采集 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那么现在对于信息采集的第一类 你要知道是涉税专业的机构和人员的 基本信息采集表 那么其他信息我们在下面慢慢学习 好 税务机关对机构 对人员要实行实名制 那实名制现在是无处不在的 那我们不仅仅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和涉税服务人员这个角度能看到 大家从事各行各业 你都能感受到你的实名制对你的强制性的要求 那未来再次强调 大家考下来证 我们说出去挂证 实际上你挂证一定是有风险了 因为未来实名制 你走在哪 实际上你是一个透明人 你是一个透明人 你在某国企认财务总监 同时你又在税务社事务所任合伙人 很难做到一个人同时任两项业务的分身 所以这个时候你被实名制了 未来出事了 你是一定跑不掉的 所以实名制以后 对个人的信息要高度关注起来 OK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始采集信息了 第一个采集谁的信息 机构的信息啊 那么机构的信息 我要去报送给税务机关 第一 我都要报什么东西呢 了解 第二 我报送的途径有哪些 第三 要重点关注 如果我设置专业服务机构 我没有按照要求报送 要罚我 也就是监管措施 要对我监管 OK 那么对我的处罚是什么 首先来看第一个 报送的内容 机构 你再去报送 注意 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个 服务的状态 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的名称 法律代表人 或者是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以及机构的类别 证书名称和编号 加入行业协会和行业协会的会员编号等等 是不是都是你机构最基础的信息啊 所以你看到这个报送的信息 就是对你实名制的一个内容 你不用恐慌 那这个内容你说 作为考试 老师我要不要一个计 不需要 不需要一个一个计 对于机构需要报送信息 了解就可以了 具体实务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作为事务所的 你作为税务事务所 筷子事务所 你需要向事务机关去报送这个基本信息 你按要求报送就OK了 那么第二个 报送的路径 原则上网上报税 那么客观原因没有办法网上报税的 其他实体办税 好 接下来 重点把握的是一个处罚的要求 那在这本教材 他把处罚分开来了 后续的内容实际上也有对这个知识点的强调 那么这里边我们先来强调 如果你没有实名制 报送你的机构信息的话 我们怎么样对你罚 好 专业服务机构和人 如果有下列情形的 那你看到了实际上不仅仅对机构没有实名 对人没有实名 也是这样罚的 注意 第一个罚 是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给你机会让你改 好 或者是 过来 咱俩坐下来谈一谈 约谈 好 第二个是逾期 我先生你改你不是不改吗 OK 不改怎么办 降低信用等级 或者是纳入信用记录 在前面的内容 我们强调了监管办法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用评价 对吗 未来你的信用是背负一辈子的吗 所以现在你不乖 我让你改 你又不改 好 那么这个时候对不起 要降低你的信用等级 然后纳入到你的信用记录 而且要暂停受理你所代理的涉税业务 但是这个暂停的时间 注意有一个六个月 六个月 如果情节严重的 情节严重的 那么就来到了第三个处罚 情节严重的 由税务机关纳入到失信名录 注意你一旦进入到失信名录 我们现在讲求的是让你寸步难行 所以进入到失信名录你会很痛苦的 你会很痛苦的 好 那么予以公告 并且要向社会信用平台推送 你想想 一个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你一旦进入到失信名录 谁还敢找你办业务 是不是 没人朝你办业务 你这个机构就没有明天了 好了 那么所代理的涉税业务 税务机关注意是不予受理的 人家都不受理 你以后还能做业务吗 那当然做不了业务了 所以违反了情况 情节严重了 纳入失信名录 你寸步难行 好 那么具体的有哪些情形的时候 我们按照这三种步骤 第一个责令限期改正或约谈 第二个逾期不改的 我降低你的信用 第三个情节严重的 我要纳入失信名录 而且你的业务都受限 第二种情况是暂停业务六个月 第三种情况根本就不予受理 好了 那么首先来看第一个 机构 未按照实名制的要求 去报送实名信息 这个实名信息 包括机构的信息 也包括人的信息 我要求你刚才说了 实名的那个内容 是不是报送的内容 知道的 让你实名你不实名 是吧 那么第二个 没有按照 注意下面我们还要继续去学习 那个业务信息采集的要求吧 对于业务信息采集 要求你报送的那个相关业务信息 你也没来 是不是也是实名制大类当中的一种 好 那么第三 报送了 但是和实际不符的 涉税专业服务的机构和人员 注意你的机构和人员 受到了税务机关的处理 被暂停受理你所代理的涉税业务的时候 机构应当及时告知委托人 现在你都被暂停受理 你不告诉委托人 人家不知道 人家去找你合作 所以啊 未来找合作方的时候 无论你是找涉税专业服务几个 还是找其他都要去社会信用平台看一下 他的信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你能不能跟他合作 信用低的我们尽量不跟他合作 因为你会有其他潜在的风险 是吧 比如说找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你找了一个正在被处理当中的 他被暂停受理了 那么暂停受理的时间是六个月 之内他是干不了活的 所以你找他 你去委托他帮你做业务 那你岂不是 是吧 岂不是 所以关注信用 在各种信用平台上去查你 对方你想找的那个合作伙伴的信用的情况 不仅仅是涉税业务 好了 这三种情况是不是都是实名 都是管理上的要求的 第一个 没有实名制的 第二个 没有去实名业务信息的 第三个实名了 但是和实际情况不符的 好 那么这三种情况我要受到处罚 那么处罚是不是也有这三个措施 第一个限期改或者谈 那你不改了 OK 降低信用 那么第三个情节严重的 你就纳入失信明录了 好 这是对应的未按要求报送的处罚 那么相对来讲 在实名制这个部分 那这个实名制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可出选择题 2018年这个部分 曾经考过选择题 接下来 开始人员信息的实名了 刚才是不是机构的实名 好 那么接下来人员的实名 人员实名的报送内容和报送的路径 主要关注报送内容 需不需要记呢 我们说不需要记 但是你要不要了解 要的呀 好 人的姓名 身份证件的种类 身份证件的号码 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年限 电话学历 你的注意 涉税专业资格的证书名称和编号 以及行业协会的会员编号等等 是不是都是非常基础的 非常基础的 涉及你个人的信息了 所以实名信息 包括但不限了解一下 OK 你这选择题权 ABCDE 没什么意义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OK 那么接下来 这个报送路径的内容 要求重点掌握 因为这里边有具体实现的要求 好 来我们看一下 那么采集的内容 也就是包括机构和人员 我采集的是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的 基本信息采集表 好 这张表 注意 首次提供涉税服务的时候 在首次提供涉税服务之前去报 那么如果说 你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了 比如说你这个人 是吧 换名了 那么这个时候 注意基本信息发生变更 自变更之日起 30日内报送 如果暂时停止提供涉税专业服务 那么在完成或终止全部涉税服务协议之后去报送 这个要注意 暂时停止提供 那么要完成或终止全部的涉税服务协议之后 要去报送 那第四个是恢复提供了 那么恢复之后的首次提供的过程 好 这个时间 四个类型的时间要把握 那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我们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你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来确定 本机构报送从事涉税服务人员 基本信息的具体人员范围 也就是你们单位一共四个人 是吧 这四个人谁报谁不报 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来确定具体人员范围 那也就是不是说你所里全部的人都是强制报送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个部分了解 这是一个注意事项 可能 或者说可以出个选择题 对吧 那一个选项就是 税务师事务所的全部收入人员的信息 都要向税务机构实名制 是不是利用啊 我们说不是的 是吧 你的具体人员范围 由机构自己来确定 好 接下来是要报送你的服务协议要素 什么是服务协议 是不是那个合同 咱俩双方坐下来签订的业务协议 是什么 是合同 受民法保护的 是以自愿为原则的 好了 那么这个协议当中 我哪些信息要报送呢 我怎么去报 好 第一个 报送的内容 注意 关注了 你不要怕 你的业务协议当中 我只需要把你们这个机构名称 信用代码 委托人的信用代码 是不是双方签订了这个合同 所以对方的那个信息 对方的那个名称 注意委托协议的采集编号 也就是现在有了业务信息采集 所以对于我们的社税专业服务机构来说 你每一个业务都要给它一个相应的编号 所以叫做委托协议的采集编号 以及服务的旗指时间 服务的项目和服务的人员 服务的项目具体做什么业务 是吧 八大的业务当中你做的是哪一类 那你看到了 都是非常基础的实名的信息 有没有说你的业务核心的那个秘密 你的委托协议当中 你税收策划 税收策划的那个点 如果你税收策划的方案 那策划的那个方式是什么样的 你要告诉税务机关 那不可能的 是不是 那不可能 那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好了 那接下来报送的路径 那这里面依然是关注时间 好 要报送的这个表格 叫做涉税专业的服务协议的要素信息采集表 刚才的那个是不是机构 或者人员基础信息采集表 好 现在来到的是服务协议的要素信息采集表 首次被委托人提供业务的时候 那也是在什么 在提供服务之前 也就是你具体开展服务之前 要把这个报送上去 那如果说变更了呢 依然是变更的 30日内报送 好了 业务信息的采集 你不要怕 仅仅采集要素信息 那么业务委托协议的原件 由专业服务机构和委托人双方去留存备查 好了 这是对于合同我要采集的事项 那接下来啊 需要去提示 刚才是不是说了 在这个采集的过程中 是不是有一个服务项目 这个服务项目是巴达列业务 巴达列业务 刚才学了概念了 学了概念 但是你说在去聚集采集的时候 这巴达列业务 我有一点分不清楚 到底是一般税务咨询呢 是专业税务顾呢 还是税务策划 因为这三大类 是不是都属于大的税务咨询类 我分不大清 那怎么办呢 OK税务机关说了 你可以按照一般税务咨询去填报 你不是分不清吗 OK分不清 按照一般税务咨询填报 那么对于实际提供的 纳税申报服务 但是你不签署纳税申报表的 也可以按照一般税务咨询 注意现在是进行纳税申报代理服 注意纳税申报代理的概念是什么 是要进行资料的收集 然后进行专业的判断 然后还要为人家签署 相应的纳税申报表 才完成了整套的动作 如果说你只是把资料收集 然后进行了一个专业判断 但是你没有为人家签署纳税申报表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一般税务咨询 也就是你没有对外签章 你没有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 那么我们可以按照日常的税务咨询 来进行处理 好这是在具体的服务项目的选择上 如果你选不清的话 那么这个是后续文件又明确的 这就是2019年的43号公告 有明确的事项 那么第二个提示 社税专业服务机构 现在跨地区设立不具有 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 现在我们的很多大所都是设分所了 是吧 分所分公司 那它本身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注意跨地区的 比如说总 我们的这个总的所在北京 在江苏 在南 这个江苏 在这个广州等等 又设立分所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你的分所 可以有两种报送方式 那么第一个呢 可以选择总机构 来汇总报送你这些分支机构的 相关的受罪服务的信息 那注意 也可以选择分支机构 你自行向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构去报送 都可以 分支机构 可以两种选择 总机构汇总 或者自己去自行报送 好了 这是对于实名制管理的 基本要求 那么接下来 开始关注业务信息了 好 业务信息的采集 相对实名制的部分 更为重要一些 税务机构应当建立 对于业务信息的采集制度 重点关注两个采集 那么第一个就是对四项业务的采集 那么第二个就是年度报告的采集 好 四项业务 反复强调了 三师三所才能做 对吧 所以这三师 应当在完成 这四项业务的 注意这个时间 一定是一道重点的单选题 次年三月三十一号 而且这个时间是进行过调整的 是我们最新的政策规定 次年三月三十一号之前 向主管税务机构报送什么 叫做专项业务报告的 要素信息采集表 这个专项业务是谁 是不是这四个人 OK 这四个人的信息 什么时候报 次年三月三十一号 谁才能从事这四项业务 三师和三所 或者我们讲三所和三师 对吧 三所和三师才能做的四项业务 非常重点 次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道单选题 一道单选题 而且它报送的表叫什么 叫做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采集表 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采集表 那提示 实名信息 实名信息 也就是对应的 你不是要采集我的专项业务报告的要素信息吗 那么采集哪些呢 代码 名称 包括委托人的信息 委托人的名称 委托人的协议编号 业务完成的时间 业务完成的时间 以及对应的服务项目 和业务报告的签署人 以及业务的收入金额等等 也就是大家担心的那个事 你不用怕了 看来在我的业务报告当中 我怎么做的这个税收筹划的方案 是不需要提问税务机关的 但是谁签字的 要说 然后我的业务收入的金额 我要说 业务收入的金额 我要说出来 好了 这个是业务信息采集当中 四项业务报告的实名内容 好 接下来 其他业务信息的报送 那么这个了解 那么除了这四项业务之外 设税专业服务机构 可以在完成服务业务之后 你向税务机关去报送 对应的服务信息 好了 那接下来 重点关注的是 年度报告的报送时间 每一年的3月31号 向主管税务机关 要报送你这一年的服务情况 年度设税专业服务的 总体情况表 总体情况表 那么具体的这个实名信息 也就你在年度的 设税专业服总体情况表 都要报送哪些 下面的这些基本情况 那么这个实名信息 相对于其他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 所以这个部分 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 详细的了解 这里边你注意到了 在年度报送的时候 我们还要报送什么呢 行政处罚情况 行业协会的讲成情况 以及你服务的项目及其户数 和业务收入金额 以及涉及到委托人税款金额的信息 这个是相对重要的 也就在实名信息当中 对于年度服务总体情况 我们报送的内容更多一些 那么如果说 现在不是让你具体填报 而是考试了 考试要求你下面选择 属于年度涉税专业服务 总体情况表当中 需要报送的信息的内容 ABCDE在这里 在这里边 你要能够做多选题选出来 OK 接下来来看第三个 更为重要的三颗星 非常非常重要 在整个第一章当中 在整个第一章当中 监督管理措施当中的信用评价的部分 我们要高度关注 那么来看一下 涉税专业服务的信用评价 我们强调 实际上就评价俩人 第一个是谁 评价机构啊 我要对整个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进行评价 那么第二个就是 对于涉税服务人员进行评价 对于人员进行评价 所以第一评机构 第二评价 那么对于这两个部分 分别怎么评价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给什么样的指标 OK 都是你重点要把握的 而且今年 我们把信用评价进行 全面的充分的展开 2020年是有信用评价 但是就两句话 就告诉你 基本的机构怎么评 人员怎么评 2021年 把全部的 具体的评价的过程 全部都给大家讲解了 所以要进行重点的把握 今年在信用评价这里 一定是一道选择题 一定是一道选择题 而且多选题的概率高 也就这个部分 今年两份 两份 好了 那来看基本的要求 税务机关 对机构 从事服务的情况 要进行叫做信用评价 那么对于人员 要进行信用记录 好 那么第二个 对受税服务的信用信息 你现在不是对机构 要进行信用评价了吗 你对人员要进行信用记录 对吧 那之所以信用评价 之所以信用记录 你不得有个基础的信用信息吗 好 那么这个信用信息 就分为机构的信用信息 和人员的信用信息 是不是对应起来了 很简单 很简单 这个部分理解起来很简单 机构的信用信息 和人员的信用信息 那接下来 税务机关 怎么去做信用评价呢 OK 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库的依托 这个数据库是什么 依托的是涉税专业服务的管理信息库 这个管理信息库当中的数据 你来采集 采集完成之后 按照你的信用评价的规则 去找一个信用指标信息 好 那么这个管理信息库 注意这个管理信息库 当中有N多的指标 是不是所有的指标 我们都要拿来评价 我们说no 我们要从这个信息库当中进行辨别 然后采集有用的那些信用指标 那么哪些成为信用指标 我们在后续再去关注 对于机构哪些构成信用指标 对于人员哪些构成信用指标 这都是你要掌握的 好了 那么在具体的处理过程当中 由全国涉税专业服务的信用信息平台 OK 注意这个平台是谁呢 是涉税的信息平台 按照规定 对采集的信用信息 要进行计算处理 你是不是从这个库里边采集出来这个信息了 然后来到我这个平台 来到我这个平台之后 我这个平台有计分规则 我进行计算处理 计算处理之后 注意啊 自动生成机构的信用积分 和人员的信用积分 好 那么这个信用积分 是不是现在更多的依托于信息技术 依托于我们的信息平台 好了 在库里边 第一件事 去库里边采用 采集对应的信息指标 然后来到我对应的涉税信息平台 在平台上我自动进行计算 然后自动生成机构的信用积分和人员的信用积分 有了这个信用积分之后 我再对应的去进行信用评价 好了 这是基本的概况 那么我评价出来之后 我要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个公告的 因为信用的程度好与坏 是对方选择你的一个重要的依托 好了 那么现在我要公告 那公告的时候 第一个是我的机构的信用积分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涉税服务的失信名录 你已经失信了 对于机构和人员 刚才我们看了 对于失信名录当中的 是不予办理的 也就是税务机关 对你的涉税业务是不予办理的 所以失信名录你要去关注 你找了一个事务所 结果它是失信名录里的 你还能跟他玩吗 No 不能跟他玩了 因为他做不了业务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重点关注核心的 这个机构到底怎么进行信用评价 好 涉税专业服务的机构 实行的是信用积分和信用等级相结合的办法 这个信用积分怎么来的 用那些库里的指标 然后去平台上自动计算 自动计算之后就得出来一个信用积分 那么这个信用积分是100分 我的信用等级是哪级呢 如果是200分 我的信用等级是哪级呢 如果是300分 我的信用等级是哪级呢 所以叫做信用积分和信用等级相结合的方式 好了 那么对应的开始进行信用评价了 对吧 信用评价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们要先去那个库里边找信用信息的指标 好了 对于机构来说 对于机构来说 我的信用信息的指标是下列这些情况 第一个 纳税信用 注意 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来说 首先你是一个经过商市登记的纳税人 那对于商市登记的纳税人 税务机关首先要给你的纳税信用 纳税信用可以分为几节ABCDM五个级别 所以对于机构来说 你自己本身有一个纳税信用 那你本身有一个纳税信用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信用评价 是另一个层次的信用评价了 是在纳税信用的基础上啊 再进行的一个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的评价 OK 好 所以纳税信用ABCDM是以你的基础 然后委托人的纳税信用 也是以一个信息评价的指标 好 纳税人对你的评价 税务机关对你的评价 以及你实名半税的情况 和你具体的业务规模 对应的服务质量 你的业务信息的质量 和行业自律的情况 以及人员信用的情况 这些构成了你的信用信息指标 这些信用信息指标 是不是开始去做相应的评价了 OK 那么这个信用信息的采集 信用信息的采集 主要是在库里采 那还有哪些途径 我们要去关注 也就是这个库里的数据 是从哪来的呢 库里的数据 第一个 它自己报过来 是不是我们现在实名制了 机构和人员 你是不是得报送信息 那么第一个途径 是它报过来的 第二个途径 税务机关在征管的过程当中 产生的信息 和涉税专业服务监管过程产生的 也就是税务机关这个途径 我采集到的 第三个是其他行业主管部门 和行业协会所公布的信息 这是能够取得的途径 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对应机构 如果是一个跨区域 从事涉税服务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相关信息 规集到哪 就是规集到机构所在地 注意我们要规集到机构所在地 接下来 那开始进行等级的评价了 那么注意啊 信用积分是不是已经有了 信用积分怎么来的 刚才说了 首先在那个库里边 我按照信用信息指标 去进行积分 那么这个信用信息指标 是不是在这个库里采集的 采集完之后 我来到涉税信用信息平台 这个平台是不是自动计算的 自动计算之后 我的机构和人员就有那个信用积分了 信用积分有了 现在我开始进行等级的评价了 那么这个等级评价 谁来做这个事呢 注意是省级税务机关 省级税务机关来进行评 那他怎么评啊 根据信用积分和信用等级的标准 对我管辖范围之内的机构 进行等级评价 好 那么第二件事 在一个评价周期内 现在新设立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注意不纳入到信用等级评价范围 那么对于纳税人来说 我们的纳税信用ABCDM级 对于新设立的纳税人 我们怎么办 我们通常评的是什么M级 是吧 这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每年的4月30号之前 完成上一个评价周期的信用评价 对于纳税人的纳税信用评价 也是这样的吧 也是4月30号之前 我们要完成上一个周期的 对吧 好 那么第四个 信用等级评价 结果自产生之日期 有效期是一年 一年一个周期 做一次评价 所以有效期是一年 好 那么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你现在的信用积分 是评价周期内 注意累计的积分 累计的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 是按月进行公告的 下一个评价周期 重新积分 重新积分 也就在一年之内 你是累计积分的 一月份的 二月份的 三月份的 是吧 一月份的时候 我就按一月份的先公告 二月份的呢 二月份的积分出来 我公告 我们不是那个平台 自动计算 然后自动积分的吗 所以你的积分 都是那个系统内 自动就有的 OK 那么一月份 我公告一次 比如说你一月份积分了 七十分 二月份变成了 一百三十分 是吧 三月份变成了 一百四十分 那么这个时候 按月进行公告 然后呢 到这个年年末 十二个月 那你十二个月的积分 就是你整个 这个一个年度的 信用积分的情况了 那么评价的周期 是从一月一号 到十二月三十一号积分 好 第一个评价周期的 信用积分的 注意 基础分是从哪来的 基础分 是你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当前的 纳税信用的积分 纳税信用的积分 从哪来的 ABCDM级 是不是也有 对应的积分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注意 你第一个评价周期 是按照你当前的 纳税信用积分的 那么以后 每一个评价周期的 基础分 是上一个评价周期 你按照 百分之得分的 那个信用积分 好了 社税专业服务机构 未参加 纳税信用 级别评价的 第一个评价 信用积分的 基础分 按照70分 没有去参加 ABCDM的 那个评价的 那么现在 你第一个周期的 那个基础分 按照70分 这个70分 是不是可以 做一个选项 可以做一个选项 好 注意啊 在这里 信用等级评价的 主管机关 评价的周期 评价的时间 评价的有效期 以及在过程当中 怎么样累积积分 以及它的基础分 是一道非常好的 多选题了 那是一道非常好的 多选题了 所以这个部分 要求你高度关注 好 那么接下来 我开始进行 等级评价了 OK 对于社税专业服务机构 的信用等级 有五级 那么这里边的 缩写是TSC 我们又开始 要教英文了 老师如果不是个 税务师的讲师 还可以成为一个 major 还可以成为 英文的讲师 是吧 Tax Service Credit OK 那么从高到低 五个级别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注意啊 满分是多少呢 信用积分的满分 是500分 这和我们 纳税信用评价 不太一样 纳税信用评价的 满分是多少 100分 是100分 也就ABCDM几个 那个评价 我们是100分 是满分 但是现在来到 机构的评价 满分是500分 也可以成为 一个选择题 那刚才 你是不是进行 辛辛苦苦的 信用积分了 平台给你 积好分了 OK 注意 信用积分是 400分以上的 你是五级 400到300之间 的是四级 200到300之间 的是三级 然后100到200之间 的是二级 那最low的是 一级 不满 100分的 那你要关注一下 如果说 出个选择题 让你把不同 等级标准 和信用积分 一一对应起来 你要知道 五级是最高分的 是吧 五级是400分以上的 然后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OK 那么接下来 还有一件事 是信用积分的扣减 注意扣的 不是你的信用等级 而是你的信用积分 假设你现在是 480分 但是你出现了 下面两种情况 OK 给你扣分 扣到380分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就有 五级 变为四级了 也有可能说 你原来就是 480分 现在你出现 下面那种情况 给你扣积分 扣到了420分 但是你会发现 480分 你是五级 420分 你还是五级 对吧 但是注意 哪些情况 进行信用积分的扣减呢 第一个 税务机关 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违反了规定 进行积分扣减 和降低信用等级的措施 好 那对于人员 你违反了规定 我也是进行 积分扣减 和注意 职业负面记录 机构和人 有不同 有不同 机构是降低信用等级 而对于人 我们是职业负面记录 好 要做 下面的提示了 税务机关 我们是以 涉税服务的机构 纳税信用 作为基础的 纳税信用 是不是我们又说了 那个ABCDM级 一个评价呀 好 纳税信用 是作为基础的 那么结合 注意 委托人的纳税信用 那么这里边 需要关注的是 你们老师 怎么委托人的 纳税信用 还拿来 凭我机构的信用呢 是的 是的 会影响 会有影响 但是 但是 委托人的纳税信用 肯定是一个外部的因素 而不能作为你机构评价的核心因素 对吧 好 纳税人的评价 税务机关的评价 实名办税情况 业务规模 服务质量 职业质量检查 业务信息质量等等 我们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进行信用等级和信用记录 这是不是整个我们刚才在介绍机构信用评价的过程 现在实际上这不叫总结 不叫提示 而叫一个总结 而叫一个总结 那么这个知识点 可能我们说 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考选项 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层次的东西 大家要知道 而且这里边反复的强调 是以纳税信用作为基础的 是吧 我们在信用积分的时候 那个基础分是哪来的 那基础分就是你纳税信用的积分 OK 那么接下来 重要 纳税信用为基础 要进行信用评价了 那么现在 你出现了严重违法违规的情形 要把你纳入到失信明录 刚才在前面我们看到了 如果你不进行实名制的管理的话 是要把你纳入到失信明录 失信明录 你所有的业务是怎么样 不受理的 税务机关是不受理的 所以注意 带率超高 也就是在期限这里边 而且到期 它是自动解除的 A选项一年 B选项两年 C选项三年 D选项六个月 失信明录的期限是两年重要的知识点 好 那么税务机关 在做失信明录的时候 你会看到 一旦他进入失信明录 他的业务就不被受理了 而且这个期限是两年 这两年之内 他寸步难行 对于一个机构来说 两年之内 如果他不作用 他会死掉的 所以注意 你税务机关 一旦认为人家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 而且你想要把它纳入失信明录 一定要先告知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 你要给人家申辩的机会 所以注意了 税务机关 你再把机构和人员 去列入到失信明录 这里边有个字 之前 你要依法对他的行为 是否属于严重 这两个字是什么 严重 是否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的情况 要进行核实 不能随便的给人家 界定为严重违法违规 对吗 我们必须依法执法 那么核实了之后 确认无误之后 还必须向当事人要送达告知书 那么告知当事人将其列入到失信明录的事实 理由和依据 OK 那是不是就完事了 没有 你把这个告知书告诉给这个机构和人员了 那么现在机构和人员要同意才行 如果说你没有异议了 列入到失信明录 但是现在当事人举手反对 是吧 那么当事人有异议 并且提出身边理由和证据的税务机关 要进行注意复合 复合之后才能去确定 所以失信明录这件事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进去的 失信明录 失信明录 你一旦进去注意 期限是多少 两年 两年之后自动解除 这两年 你是寸步难行的 所以 对于有严重违反法律法规 我们才要纳入到失信明录 但是纳入失信明录之前 税务机关 你必须下达告知书 告诉人家失信的理由事实和依据 然后如果人家当事人说没问题 OK 那你把我纳入失信明录 如果人家有意义 那么必须要进行复合 所以失信明录这件事的程序很重要 税务机关 你必须做出告知书 然后人家接收到没有问题签字了 才能纳入失信明录 那么这个部分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可能会出现税务行政服役的案件 有可能出现税务行政诉讼的案件 是吧 对于纳入失信明录 我不认可 那么对于人家机构和人员 这个两年不能职业 是非常重大的影响的 OK 对于失信这件事 了解了 而且是考试的重点 对吧 尤其是对于这个流程重点把握 失信明录的部分 99.9%要考题的 OK 那接下来要进行信用评价的应用了 辛辛苦苦做了 5级 4级 3级 2级 1级的评价 评完之后有什么用 对于纳税人 我们看到了 我们现在评了 A级 B级 C级 D级 M级 评价出来的等级 有没有用 当然 而且 未来要广泛应用 在税收政策上 我们现在已经实实在在体会到了 最新的增值税 增量流底税额退税 增量流底税额退税 C级和D级的 和你玩不 No C级的纳税和D级的纳税 你是没有资格去参与增量流底税额退税的 只有A和B级的是OK的 那对于纳税信用是A的 我们给予更多的叫做纳税服务 而给予C和D级 尤其是对于D级的纳税人 我们给予更多的是纳税监督 所以A级和D级 你现在在税收待遇上 逐渐逐渐的呈现的是天壤之别 好 那么对于受税专业服务机构也是一样的 我现在给你信用评价了 是吧五级五级四级三级两级 那要进行分类管理 五级OK多给服务 一级多给监督 所以这叫做分类服务和监管 好 那么税务机关 我们要建立涉税专业服务的信用管理和纳税服务 以及税收风险管理的联动机制 对于五级的是给纳税服务 对于一级的是要给纳税风险管理 所以这就叫做信用管理和纳税服务 以及税务风险的联动机制 注意实际上未来税务机关不仅仅是对于受税专业服务机构 要进行信用管理纳税服务和税收风险的联动机制 那么根据受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的信用状况 实施分类服务和监管 好了 那么这个分类的服务和监管 好人有好的服务 坏人有好的监管 OK 那么具体的 对于五级的 我们到底给予哪些服务呢 那第一个 开通你的绿色服务通道 你所代理的纳税人发票 可以按照更高的纳税信用级别去管理 也就现在有一个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有一个税务市事务所 我被评为五级了 然后我手里边的委托人 可以对我这个委托人的业务进行更高纳税信用级别的管理 好 那么第二个 依托信息化的平台 为涉税专业服务的机构开展批量的纳税申报 和信息报送等业务提供 便利化 现在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我有一百家 我有一百家委托人 然后这一百家委托人 我发现都是小规模 或者都是小微企业 都是零申报的 OK 这一百家零申报 你都可以来批量纳税申报 是不是大大的提高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效率 那么这个时候 注意给他提供批量纳税申报 以及批量信息报送的内容 好 税务机关在购买涉税专业服务的时候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什么时候他会购买涉税专业服务 现在八大利用当中有一个业务 叫做纳税情况审查 纳税情况审查 是不是有可能由税务机关购买 OK 那么我在购买涉税专业服务的时候 你同等条件优先考虑 接下来 对于四级和三级的正常管理 那么适当的进行税收征服务的辅导 并且按照积分的变化 选择性的给予激励 接下来是对于二级和一级的 二级和一级叫服务吗 No 叫管理措施 实施分类管理 对于你代理的纳税人的税务事项 注意予以重点关注 你自己就是二级和一级 你还去代理别人 是吧 你自己都没有什么说服力 所以对于你代理的纳税人的税务事项 我要重点去关注 你自己是二级和一级 说明你在职业的过程当中不太OK 你的专业性不太OK 你所从事的涉税服务业务的风险 肯定是高风险的 所以你去代理纳税人的涉税 事项的时候 重点关注 那么朋友们 对于纳税人来说 我现在去找合作伙伴 你找五级的还是找一级的 聪明人要做聪明的选择 是不是 一旦你找上二级和一级的OK 那么税务机关 对于委托人也变成了重点关注 可能这个委托人本身 你是一个A级的纳税信用的纳税人 结果由于你找错了合作伙伴 你被税务机关盯上了 痛不痛 多么痛的领悟 是不是 那么第二个要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这个说的是机构和人 受识专业服务机构本身 你变成了二级和一级 那么你就会成为税务机关的重点监管对象 第三 向其委托方纳税人的主管税务机关 推送风险提示 好 现在说的又是一个关联事项 机构和人员 你的机构现在是二级和一级 你所代理的那个委托方的纳税人 主管税务机关 会接收到风险提示 谁送过来的 那个机构所在的主管税务机关 向委托方纳税人的主管税务机关 要进行风险提示的推送 也就是纳税人 你都被连带管理了 被连带 和第一个身上是不是有雷同之处 被风险提示 多么惨痛领悟当中 更惨痛的一个领悟 好 那么第四个 涉税专业服务的协议信息的采集 注意必须由委托人和受同人 双方到税务机关现场办理 我要眼睛盯着你 对你要进行管理 好 分类服务和监管的内容 那接下来 对第四个 你已经被纳入到失信名录当中了 第一 要予以公告 并且向社会信用平台推送 告诉全世界 你是接不了业务的了 第二 向其委托方的纳税人 委托方纳税人的主管税务机关 进行风险提示 那这个啊 风险提示 是要告诉委托方 你现在找的合作伙伴 他已经纳入失信名录了 所以你要重视起来 你赶紧换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对不对 好 第三 不予受理所代理的涉税业务 你被禁业了 而且禁业的时间是多少 两年 两年之后呢 到期自动解除 OK 分类管理 无处不在 不仅是对社税专业服务机构 对纳税人也是 那么接下来 该对谁了 该对人员进行信用记录了 好 那么首先 这个人员要建立信用积分指标体系 那么这个信用指标体系 有注意四大类一级指标 有四大类一级指标 然后每一类一级指标当中 又具体的区分二级指标 那么我们再给每一个指标复分 然后你这个人从不同的指标当中得分 最后就变成你的信用积分了 好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四大类 第一大类是你的基本信息 第二大类是你这个人的职业记录 第三个是你职业当中的不良记录 第四个注意是你个人的纳税记录 你个人的纳税记录 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当中 涉税服务人 你本身是一个自然人 你本身是有纳税记录的 我们2019年1月1号 个人所得税法执行以后 每一个人我们现在都有一个纳税记录 你身上都背负着一个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记录 所以这个纳税记录成为给你评价 你信用积分的重要信用之一 那么第四个就是纳税记录 纳税记录 好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基本信息 这个一级指标当中 下面有包括四个二级指标 第一个是你的实名信息报送的情况 你的涉税专业的资格 你接受行业自律管理的情况 你所属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信用 你去找工作 你也要先看一下 你找工作的这家单位的信用情况 不是五四三二一级吗 那在哪个级别 是吧 好 那么第二个是你的职业记录 那么这个作为个人信用积分指标体系当中 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事项 你的职业记录 注意分别包括这八个二级指标 这八个二级指标 你还用背吗 不用了 就是八类业务 我做八类业务的情况 就是我的职业记录 看到前面在实名采集的过程当中 人和机构都被采集了 你的业务信息是不是也被采集了 业务信息是不是就八大类信息 所以你这个人做了什么业务 是不是都有能够采集到的 这就是职业记录了 接下来不良记录 不良记录有十四个二级指标 那么分别对应的是这个监管办法当中规定的 违法违规的行为 以及故意扰乱税务机关正常办税秩序的 违法违规的行为 好了 个人四类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下面又对应分别的二级指标 那么有了这些指标分别复分 然后给予你一个信用积分的指标体系 那么这个时候每一个事都有一个分 复分的情况 那你最后是不是有一个信用积分的总体情况了 OK 那么个人的信用积分 对应的记录规则 记录规则有三种计分方式 其中第一个基本信息的部分 我们是直接得分 对于职业记录的部分 采用累加计分 不良记录和纳税记录的部分 采用累计注意扣分的方式 又是一个ABC的选项 又是一个ABC的选项 那你就要关注了 基本信息直接得分 职业记录累加 那么不良记录和纳税是累计扣分 三个选项关注 接下来是个人你纳入到失信名录去了 一旦被纳入到涉税服务的失信名录 你的注意个人信用积分 终止计算 什么是终止 暂停 那对于失信名录 现在你撤出来了 重新进入的正常名录的 你的信用积分开始恢复计算 注意 对于在座的考生朋友们 你将来要成为税务师 或者在你没有成为税务师之前 你做涉税服务人员 严禁大家成为失信名录当中的人 一旦你进入到失信名录了 亲爱的朋友 将来你是找不到工作的 没有任何一家税务师事务所 敢用你 所以失信名录 是你的禁区 注意 亲爱的同学们 失信名录 是各位的禁区 你不要踩禁区 你一旦进入禁区了 你是没有未来的 你是没有明天的 也就在这个行业 你至少是没有明天的 你说老师 我就是一个大咖 你越是咖 你越不得进入禁区 你如果是小咖 没有人关注 你还好一点 是不是 所以 失信名录是很可怕的 一旦你进入失信名录 你会怎么怎么样 你说老师不要再吓唬我了 好 我们说一个最典型的 可能不是和我们 涉水专业服务人员 失信有关的 假设 我们现在 这是不是六月份是高考季 高考完之后 高考要报考 高考报考有提前录取批次 提前录取批次 很多 我们最简单讲 就是军校 军校 如果说 你的父亲母亲 有 违法记录当中的 犯罪情形 你的子女 提前录取批次 基本上 是零概率 今年最典型的一个事 大家应该感受到了 有个选秀节目 有个倒牛奶事件的 倒牛奶事件的那个选秀节目 叫 什么 大家都说年轻人 你最了解了 是吧 那个小孩叫什么 由于他的父母 有曾经的 某些不良的职业记录 使得他 本来应该选秀 头牌出位的儿子 被节目组出名 是不是 这就叫做信用 信用的威力 未来是无限大的 如果你正好是这个小伙子的粉丝 那么你对信用的感受力是更强的 一旦进入到失信名录 对不起 禁区没有未来 包括我们那个优秀的小伙子 不管你多帅 你唱歌跳舞有多棒 都没有明天了 这个节目 今天不用你 未来其他节目也是不可以 或者说根本就不敢 对不对 尽管我们说很多娱乐事项 后面是资本的推动 但是资本的推动也是有禁区的 好了 失信名录 我们就吓唬到这里 再吓唬我们可能今晚就睡不着了 是吧 好了 信用失信名录 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 你都要高度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 你凭借的是专业知识 你很多时候凭借的是你的人品 也就是你这个专业知识 如果一旦被失信了 那你未来这个知识就贬值了 而且贬值的速度是直线下降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来看一下 你说是不是这个信用就永无翻身之日了呢 不是的 是有复合机制的 OK 那么怎么去复合 涉税服务的机构和人员 你对这个信用积分 信用等级 以及职业的负面记录 你认为有问题 OK 你说我不是这样做的呀 对吧 那有意义 注意可以在什么时间内呢 是在信用记录产生 或者结果确定之后的12个月之内 去向税务机关申请复合 OK 12个月又是一个时间的要求 要 记下来 那么税务机关 按照包容审慎的原则 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合工作 然后做出复合的结论 并且能够提供查询处义 OK 接下来是机构和人员 对于我们 你 将你纳入失信名录 是不是有意义 刚才我们说的失信名录 是不是直接进去的 不是的 我们必须要下发告知书 然后人家没有意义的 才能够 如果人家有意义的 是不是你要提出复合 OK 再收到人家给你的这个告知书 也就是税务设计上通知书的 10个工作日内 你去提出申辩的理由 向税务机关去复合 那么我们要 秉持包容审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合 然后给予结论 给予查询 对应的全部的涉税专业服务的 信用评价的内容 我们就讲解完了 讲解完之后 要对考试的内容 做重点把握 同时在职业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去关注你自身的信用 是不是有了底了 你心里有底了 你做人是有底线的 你做税务师是有底线的 你未来做业务是有底线的 因为你有了底线 所以税务机关 更加相信我们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所做出来的报告 你因为你是有底线的 所以纳税人更放心 去委托你做业务 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的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 地位和作用的时候 你就真正的成为了 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的 那个桥梁和纽带 而且有利于 有利于 有利于ABCD 那个地位和作用 你也能够深入了解了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公告和推送的内容 一颗星了解就可以了 好 公告和推送的主体 关注是省税务机关 通过一系列的渠道 去公告 那么公告 涉税服务的相关信息 那么税务机关的纳服 纳税服务部门 也就是纳服部 负责向税务机关的内部 自己去推送相关的 涉税服务信息 接下来 公告的内容是什么 公告的渠道是什么 渠道实际上我们知道了 是吧 渠道包括这个网站 电子税务局 办税服务场所等等 好 那么具体的公告的内容 都是什么呀 刚才说了 那个监管的内容都是啥 监管的内容 是不是有实名值管理 好 那么这个机构的名称 和信用的状况 都是我要去公告出去的 也就是现在 我作为委托方 我想去查一下 我想去委托的 这个机构的 他的信用状况 我是不是能够查的 我去哪查 我去电子税务局 我去税务机关的网站 是不是能够查到 所以你要先要 把它公告出来 你公告出来 我才能查得到吗 好 那么对应的 受识事务所 现在是不是要行政登记 那么没有行政登记的 我要公告 你就不科普吗 是吧 你都没有行政登记 你资格都不行 好 那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失信名录 失信名录 它不能成绩业务啊 所以要公告 好 人员的失信名录 要公告 接下来公告的渠道 是不是这些地儿啊 网站 电子税务局 办事服务厅 每月十日之前 是不是又有个时间 在整个税务师考试的内容 有很多很多时间的要求 时间的要求 如果说每一个都让你死尽盈背 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也比较难 但是学到每一个知识点的时候 去了解 那重点的内容 我会要求你背 那么不太重点的要求 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每个月十日前 对公告的内容进行动态的调整 接下来推送 刚才是公告 现在是推送 那么推送的内容和渠道 推送的内容实际上都是相同的 推送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你的信用状况 对应的未纳入实名的信用状况 然后失信名录的状况 那还有就是人员的失信名录 以及注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吧 推送的这个内容包括 相应服务的风险信息 那么渠道呢 注意啊 在推送的过程当中 是税务机关运用自己的 金税三期核心征管系统 作为基础 那么以网上半税系统为支撑的 信息化屏来进行信息的推送 注意公告 叫公字是向全社会公告 而推送 注意是税务机关 点对点的向纳税人 也就是设置专业服务机构去推送 我告诉你对应的情况 所以是以金税三期为核心征管系统 进行信息推送的 接下来第五个事项是违法违规责任 好 这个违法违规责任 要关注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对违反涉税专业服务的管理制度 要进行惩罚的 那么在惩罚的过程当中 也要进行一个分类的处理 第一个我要进行约谈方式 那么约谈方式 在约谈的时候要关注一下流程 那你们老师这个关注这个流程会考什么题 我觉得主要是关注一下这个两名以上就可以了 而这个又是一个常识性的内容 所以这个部分了解就可以了 你要采与约谈可以 约谈的时候你先得告诉人家 你要去约谈了 所以向人家发送一个事项通知书 告诉人家约谈的时间地点事由 那么到达约谈场所之后 必须是两个以上进行约谈 约谈的过程 注意必须做好记录 同时有按照相应的情况 也可以做一些音像的记录 这是税务机关 实际上是你执法的一个过程 约谈把人家约过来 是吧 你怎么约过来的 约过来之后怎么样去具体的执法 这就是两名以上 以及记录和音像记录的 都是你执法的过程的纪录 那接下来 第二个就是 当有严重违法违规情形的 有严重违法违规情形的 我们在前面在信息评价头 一再强调了 有严重违法违规 要纳入到失信明录了 但是这个失信明录 是不是直接呀 不是的 我们第一件事要干什么 先去核实 税务机关你要核实一下 它的严重违法违规情况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OK 那我要向纳税人 也就是这个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要去送达相应的告知书的 我告知你什么 我告知你有违法的过程情况 那么对应的这个机构 我拿到这个告知书之后 我认为没有问题的 没有意义的 那么你现在把我纳入的失信明录 OK的 但是我现在有意义 有意义之后 我要提出复合 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了 这个如果有意义的话 我在什么时间内 我在收到这个告知书的十日内 我要提出意义来 然后税务机关按照包容审慎的原则 要进行复合 那么复合之后 发现确实有问题的 是不是才能纳入的失信明录 OK 这是不是有严重违法违规情形 我纳入失信明录的这样一个流程 是不是反复强调 所以这个流程的部分 要重点把握